泡完湯再喝碗熱湯 同體舒暢 台北市陽明軒上知名的露天溫泉 不只週末人多 平日也有不少人會來享受 大自然環繞的白黃溫泉 沒想到竟然有空拍機入侵 而且目標疑似就是 大眾落湯的女性區域 泡裸湯泡到發現空拍機 當場下的花容失色 櫃台的反應卻讓他很傻眼 衝回案發現場 很多人根本不曉得有空拍機出沒 聽到消息都很驚恐 那隱私權怎麼辦 女湯都是裸湯 可能就不太敢去大眾池了吧 葉主解釋四年前就發生過 當時有報案 但範圍太廣 抓不到人 硫磺你一定要通風 那相對你不可以整個封閉 封閉是不對的 因為這樣是危險 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 只有部分區域開放操作空拍機 但案發地點是禁航區 違法深空最高可罰150萬元 但抓不到人也沒有用 民眾如果喜歡泡露天溫泉 還是要多多注意 有沒有空拍機從天靠近 華視新聞 黃沛華 胡振倫 台北報導